公聯會要求政府 釐清法律觀點 保障香港整體利益 公聯會堅決反對 外擁有居留權 公聯會要求政府上訴 公聯會要求公聯會要求 循環本地工人就業 公聯會要求特區政府上訴 公聯會要求特區政府上訴 公聯會強烈反對 外擁有居港權 全聯會盡佔我們這個低學力、低技術 和中年人就業的職位 造成我們邊緣雷工的大規模失業 香港的教育、醫療、公屋、社會福利等等的公共開支 將會大幅標升 嚴重影響公眾利益 外擁在香港生計也會成為趨勢 香港的公立醫院的副產多將會面臨崩潰 武軍外擁是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 它是會影響我們現在80號的青年就業 也有武軍有經驗和受過訓練的外擁 是對這些相職的家庭 今天他們可以自由就業 可以享受最低工資 又對我們十幾萬個外擁家庭的生活 帶來極大的衝擊 公聯會是強烈要求政府 盡速信任上升 如果有了進一步的判決 政府必須再進一步釐清法律的觀點 謝謝